隨著各國國境已經陸續鬆綁 跨國的航班也慢慢恢復 各種促銷機票 引誘著大家到國外旅遊度假 像是松山、飛東京、韓行李只要2000出頭 手滑下去之後才發現買成了日本的國內線 原來那個松山是四國的松山 點開航空公司的網站 還真的可以看到有兩個同樣叫做松山的機場 而老司機應該都會知道 要避免買錯機票的話 後面的英文代碼才是最安全的資訊 究竟這個代碼是怎麼來的? 目前國際上主要的民航機場 都有一組由三個英文字母組合成的代碼 像是台北松山機場用的是TSA 但是如果Google RCSS的話 第一個跳出來的同樣也是台北松山機場 也就是說一個機場可能會有兩組不同的代碼 用的編碼邏輯也不一樣 只是比較常看到的通常會是三碼的那個 而且也跟機場的名字有比較大的關聯 像TSA就是來自於台北松山Airport的英文名稱 但其實更糟以前的機場代碼甚至只有兩碼而已 在1930年代的美國 機師們為了方便溝通 直接把美國國家氣象局編的城市代碼來指稱機場 但是隨著航空業逐漸發展 可能會有機場設置在國家氣象局沒有觀測站的城市 又或者是一個城市有好幾座機場的狀況 而且當時國家氣象局的代碼 只有兩碼英文字母而已 排列組合最多也就是26x26的676種組合 讓這套系統無法應付航空業的需求 於是到了1940年代 國際運輸航空協會 而隔壁的加拿大卻是完全相反 照著美國機場的IATA把系統擴張到其他國家 同時把兩碼字母改成了三碼 因此美國的機場必須再多塞一個字母 才能符合新的規範 比方說檢寫為LA的洛杉磯 就直接在最後加X成了LAX 鳳凰城的PHX 霍特蘭的PDX都是這樣出現的 但是檢寫為SF的舊金山 卻是在最後加O成了SFO 而隔壁的加拿大卻是完全相反 早在1880年代 加拿大橫貫鐵路營運時 車站就有兩碼字母的摩斯電碼 後來設置的氣象站代碼繼續沿用 當然也就順理成章的被航空業拿來代稱 而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當時為了確保航行的安全 無線電溝通時會順便確認 機場有沒有設置氣象站 有的話用Y來代表 沒有的話則是用W 等到IATA規範 機場都要有三碼字母時 加拿大的機場就直接在 最前面的地方直接加上Y 比方說YVR的溫哥華 YTZ的多倫多 YQB的魁北克等等 使得加拿大的機場幾乎清一色的 都是以Y開頭 但也不是X結尾就一定在美國 Y開頭就一定在加拿大 比方說在中國山東的煙台蓬萊機場 就是直接採用地名音譯的YNT X更是經常被用來當成補缺的字母 日本大阪的關西機場 從Ko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選擇KI之後 再加一個X成為KIX 泰國的清邁機場 則是因為相關的組合都已經被使用 只能退而求其次 用一個比較相關的CNX 而在德國的森巴赫機場 用了一個引人遐想的代號 SEX 至於台灣的部分 大部分機場代碼 跟所在地有高度連結 像是高雄的KHH 台南的TNN 花蓮的HUN 台東的TTT 但是桃園機場 卻是用源自於台北的TPE 原因是新建石 就是為了取代台北松山機場的國際航線 所以把當時松山機場使用的代碼 直接轉移到桃園 而松山機場則另外取了TSA 但也並不是所有取代舊機場的代碼 都會被轉移 比方說台中水南機場 原本是用TXG 廢棄之後代碼也跟著停止使用 而清泉鋼機場 則是另外用一個聯想不到名稱 或地名的RMQ作為機場代碼 有一個說法是 因為清泉鋼 在另外一套四碼的系統裡面 用的是RCMQ 就直接取了頭尾的RMQ 來當作IATA的機場代碼 所以這個四碼的代碼 又是怎麼來的呢 這邊就要提到另外一個航空組織 也就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L 由於IATA的編碼 只有規定幾個不能使用的組合 其餘只要不要重複就好 因此代表桃園機場的TP1 下一個字母的TPF 卻跑到美國佛羅里達 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 於是隸屬於聯合國的ICAL 希望可以制定一套 能夠傳達地理位置的代碼系統 產生的就是四碼的機場代碼 在ICAL的規則之下 前兩碼代表的是地區及國家 後兩碼則是自由的排列組合 所以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的第一碼都是R 第二碼台灣用的是C 南韓用K 但是不一定所有國家的前兩碼都會一樣 比方說日本本土就是RJ 但沖繩卻是用RO 至於國土比較大 航空業興盛的地方 可能第一碼就只給單一國家使用而已 像是加拿大獨享C 澳洲獨享Y 而如果有海外領土的話 則通常會依照實際地理位置分配 以美國來說 K開頭全部都是美國本土 而阿拉斯加、夏威夷等等 則是使用代表北太平洋的P 在這個架構之下 全球被切分為22個不同的代碼區 大部分可以對應到傳統的地理區域劃分 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奇特的現象 好比非洲一般來講會依照緯度跟自然環境切分 不過IKEO的機場代碼 卻是把通常會放在一起的北非切割成3塊 來跟其他地區組合 而第一碼是L的歐洲南半部 更是有一個非地一般的不相連區域 也就是位在西亞的以色列 雖然還是有著特例 但是只要前兩碼是相同的 基本上就可以對應到特定的國家 一些主權比較獨立的區域 也有可能被分配獨立的代碼 像是中國的機場第一碼用的是Z 但是香港則是用VH 澳門用VM 而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用LL 巴勒斯坦用的則是LV 所以在只能自由使用兩碼的狀況下 IKEO的代碼不一定會跟IATA有高度關聯 像是花蓮機場就分別使用HUN跟RCYU 台東機場分別使用TTT跟RCFN 嘉義機場分別使用CYI跟RCKU 完全看不出當中的關聯性跟規律 但是也有因此而變得跟實際機場名稱或地名比較相關的 像是蘭嶼機場在IATA用的是KYD 到了IKEO則使用RCLY 不過不論是IATA或IKEO都限制甚至是禁止使用Q開頭作為機場代碼 這是因為Q在無線電溝通裡面有其他的意涵 早在1909年英國政府就制定幾個Q開頭的代碼 提供船隻的溝通使用 後來慢慢擴張到其他無線電的通訊上 目前QAA到QNZ被分配給航空使用 QOA到QQZ則是被分配給海市使用 但是可能真的找不到代碼使用了 還是有些機場在IATA的系統是Q開頭的代碼 在意大利羅馬東北方一個叫做拉奎拉的城鎮旁邊 機場代碼就是QAQ 不知道意大利人自己看到會不會覺得想哭 而在印度東部一個叫做加亞的城市 GAY的機場代碼更是讓印度國會提案修改 後來卻被IATA以除非影響費安 否則機場代碼無法更改作為理由否決 所以說FUK的代碼大概會跟著日本武剛機場 繼續使用下去囉 下次在買機票時記得要多注意機場代碼 才不會被同名機場給騙了 同時也不妨順便看看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代碼 搞不好還真的有機會在貓貓機場降落喔 字幕製作人腳搭訕